台风有可能会逐渐的增强之后 也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东部地区 因此呢 他们现在也赶紧的把绳索全部都拉好 而且也预计这周都会停止出海 山途的台风来势汹汹 30号上午 宜兰乌石港天气不稳定 雨势风势越来越大 由龟山岛的赏金船 以及到龟山岛的船只 已经全面停驶 船员赶紧收起绳索 做好防台准备 全部都停好 那我们目前封岛是封到10月2号 可能还会再往后 因为这一颗台风感觉是蛮大的 可能今天就把它全部弄好 然后就赶快回家休息 山途的台风渐渐北转 影响时间恐怕也会拉长 渔民预估将有一周不能出海 也让他们担心业绩受到影响 就是你要出来 你才有疑惑你才有收入 如果说你全部没有的话 其实来讲的话 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是倒贴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到这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都有请 那个外劳渔工 然后外劳渔工一般的话 一天他的薪资 包括保险的一些的部分 一个一天一个外劳 差不多要1200到1300 海浪一波接着一波 宜兰外澳沙滩 受到环流影响 风雨逐渐增强 海巡署也立起红旗 提醒民众不要太靠近 镜头再转到宜兰市场 接近中午时间天气相对稳定 摊上也表示今天生意还不错 今天比较好 因为大街都没晒 我比较好 山涂台风预估周二周三 影响最为剧烈 有可能延长到周四上半天 相关单位都不能掉以轻心 欢迎新闻张翔与宋俊毅 叶玉娜与子婷宜 宜兰报导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